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星期四再度就新疆问题举行听证会 聚焦当地大规模拘禁营内部的强迫劳动体系 我们下面就连线记者肖宇 请他介绍一下听证会的详细情况 肖宇 好的 过去一年多来 国际社会是越来越多的将目光头向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 德国学者郑国恩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就说 这是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 对某一族群和宗教信仰群体最大规模的拘禁 郑国恩还说 拘禁这些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族裔 是北京的一项长期战略 直到现在人们才终于弄清楚 这项战略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他的研究发现 当局强迫大批成年少数族裔进入工厂 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北京目前正在将这些拘禁营转变为压迫企业 参与其中的企业不仅能获得政府高额补贴的好处 还能获得廉价的少数族裔劳动力 结果就是 他们得以压低全球的价格 并把新疆变成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模式 未新图媒体报道 中国的官方文件 以及逃出拘禁营的亲密者的证言 再来越多的新的证据正在浮出水面 佐证他的说法 中国政府为这些拘禁营辩护 称其为就业培训中心 官方媒体说 这些中心为当地人带来了现代文明 而且那里的工人工资优渥 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 作证的学者们却说 那里的工人收入微薄 有些甚至得不到报酬 更糟糕的是 他们其实别无选择 如果他们拒绝进入那些工厂 他们和家人都会被送进拘禁营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说 拘禁设施和工厂组成的网络 将新疆变成了一个强迫劳动营 他把这称作是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奴隶制 一起来听听卢比奥的说法 拘禁设施和工厂组成的网络 将新疆变成了一个强迫劳动营 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加州 蒙达纳州 德州和佛罗里达州面积的总和 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族裔 在纺织厂和轻型制造业工厂中劳作 他们还被禁止从事信仰活动 简言之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奴隶制 众织表明这些在新疆基金营生产的商品 已经流入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 听证会上的专家们说 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要提高警惕 不购买这些商品 他们还侦促美国国会 尽快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这项法案上个月已经在参议院通过 目前正在等待众议院的表决 这项法案的牵头人之一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 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史密斯说他希望众议院 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通过这项法案 他同时赞赏美国商务部 上个星期将28个涉及打压 新疆穆斯林的机构 列入制裁名单 但他说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应该真正的毫不手软的 针对个人使用马格尼茨基制裁 因为这实在是太害人听闻了 我们讨论的是反人类罪行 旅会专家还说 中国当局在新疆加强了社会控制 其恶果包括拆散穆斯林的家庭 孩子们离开父母 进入政府新办的福利机构和寄宿学校 逐渐的丧失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而无人看管的老人 也被迫在孤独中度过晚年 以上就是记者目前掌握到的情况 好的 感谢记者蕭雨的报道 感谢观看